好,現在找食艱難,其實我本來都不想再講了,真是免得下石,但是,哇,真是大鑊,原來,阿正不知道你有沒有留意,原來這一檔一品刀上面呢,是前科累累,已經為事十年八年了,已經,那我,十年八年都還可以生存到,那,就是我再回到我第一節所講,香港做生意真是這麼容易, 但是,似乎今次這個危機,就真是難過了,剛才程天林那一歌,其中是田,其實如果真的覺得自己又不對,或者想處理危機的話,道歉應朝,下架,將那個所謂公審朝年照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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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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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 有些人就算是屯門街坊也好 即使這件事發酵到這樣 都會在謎謎的 我估計都未必會 我估計都會幫助 都真的會有人幫助 在謎謎的 那些人 但是你都要改善服務態度 是啊 又或者他有一班Friends 他吃點的Friends 跟他熟的 覺得他沒有問題 很好的服務態度 也不奇怪 好了 我為何會繼續說呢 我首先 我不知道大家 有一個在Facebook的專頁 叫做家利投資日常 大家不需要特別知道是誰 那些資格固然好 他就發了很多東西出來 原來 十年前 這間東西就已經這樣了 真人認證 十年前已經態度是這麼差 一品刀上面 你這間店也有今天 話說 十一年前 金剛和小儀去過這間餐廳 介紹食刀上面 我看完節目 就去試過一次 當時又是老闆過仔 真是好像欠他錢 我從來未見過態度這麼惡劣 沒有辦法 兩兄弟不休做 全家守住細鋪 估計生意都不錯 雖然碗刀上面是積削 但是之後都沒有去過 你看看 Openwise 看看Google評論 就知道什麼事 十年如一日 今次終於出名 這一個呢 就是這個 Facebook家利投資日常 他出的一個post 那裏面也cap了很多 就是 回應 就是十年前 OK 我們先看看圖 看第一張先 這一個第一張圖 就已經 Follow十 就已經 是2017年 8月 這個就是七年前 姑且物論 者家店舖打著 只賣食物不賣服務 但這位自以為是 的太子也連尊重別人也不懂 一進去 這個剛才我是Winnie十九 這個就是Alan Yu 一進去 那個服務生哥仔 已經黑起臉 好像我們去黑食一樣 叫他又不認 最後中 不知什麼了 2016年12月8日 朋友入內先拿位 以為我和另一個朋友 一起到 所以就說三位 結果後來到 只有一位 跟著不說了 其實下面再說什麼的 因為只有我一個 他們又被人扔了 他們拿了三個位 結果只有兩個 我又不在 好了 先回來 這些是我在自己 我免得劇圖 有些我不知道為什麼 有些網站 他不讓你 有些人會補充 可能不需要 這間店是垃圾 湯鹹到PK 這個是網友 另一個網友 麵是用衛康百家賣的 刀剎麵麵餅 另一個網友 第一次吃東西 已經知道糟糕 柯打的時候 欺口欺麵 賣單的時候 就串到他的麵 這麼軟 他吊咬我 說刀剎麵 是這樣的 但是那把客人不休做 我就抓他生意興隆 之後又打電話 去外賣挽救他 當然我覺得這個不好 另外一個就說 遲疲這樣說 食物質素還好 不過態度就真的賓州 食食二樓 二樓都算不錯了 很難一樓 態度九樓 另外一個網友推出來 有一次 也是唯一一次 去食這間餐廳 同一班學生搭檯 班學生到先 我是搭檯的 我記得 我叫了他那個什麼 類似醉雞刀上面 我見到十五分鐘都未到 就問一下 怎知店員 豁湖 由他那個激動 就會走音的Style 去推斷 應該是那個畜生家庭的細仔 厚厚厚的說 給個小小錢 以為自己的老闆 等多幾分鐘便可以吃 這樣說 很興奮的 等十五分鐘 吹一下也很正常 但原來 好了 等多五分鐘便可以吃 即是你不是那些 什麼酒樓 你吃這些 那些人是攤你快 不是 接著就有得吃 但原來 這麼巧合 學生其中一個人 是叫醉雞刀上面 他們先來 又先叫 見到我有得吃 他們又問問那個哥哥 正常有 怎知一問條 就跳了 說他們吹去搞亂了些單 即是說 說他們 即是毛媽媽學生 以及這個 吹完吹 不代表你可以搞亂些單 最厲害的是 廚房人 突然走出來 又走出來 說 跟學生說 你那碗東西已經被同桌的人 吃是我 吃了 最後還說 現在不想做你們生意 你們走吧 他們是受害者 最棒的是 有幾個吃到一半的都被人趕走 這一家人寧願不收錢 即是沒有收錢 即是現在不肯做生意 那你其實猜到 他們真的要做狂的 是 真的有點像我那些風化 好 接著 好了 那個樓面 到我埋單的時候 就說 要我負責買一把學生 賣學生的張單 我最後 看一看他 我都沒有說話 錯了 只是埋了自己的那份 放下就走 沒有理會去 我叫你不要 嘗試叫我埋了他的張單 那你就不要這樣 叫人家走 不做生意 所以原來就要第二個幫忙 叫你了好嗎 你真是好笑 那幾十塊錢 好了 神經病 成家都有病 做甚麼生意 究竟 這家人能夠生存到今天 真是看不起屯門這班人 真是有奇蹟 OK 好了 另外大家上網看 原來蘋果 不就是飲食男女 還是以前蘋果物食介紹 這些小店 蘋果報紙都會的 原來六年前都介紹過去的 那大家上蘋果找到的 即是果子那時候 應該是果子那些來的 即是說什麼來不來 有時是果子 有時是專家 有時是果子 有時是蘋果 有時是蘋果的 一本是男女 總之介紹得到 他條片本身只有五千多view 那我想呢 現在就會多很多 他說最好笑的就是 六年前 大家上網youtube又說 六年前已經知道甚麼事了 第一個網友 User GG4M 不要緊要 頂你個廢 六年前 老闆很囂 第二個網友 Ming Chan 吃完一套戲 很囂張 其他地方沒得吃 吃屎 千萬別去 貼錢買爛售 我是連續的 通常呢 罵 好 OK 罵 他連續罵 很少店舖會這樣 是啊 然後另外一個 Blue Lives Matter 不是Bad Lives Matter Blue Lives Matter Lives Matter 就說 兩弟都是仆街 態度很囂張 不知道他父母怎樣教兒子 另外一個叫GG4M 又是 我們叫了一碗麵兩個人吃 他就說 一碗麵兩個人吃的話 趕你走的 這樣說 不知道是真是假的 你想一下 這是不是奇蹟 我吃了那麼久 這件事很少遇到那麼囂張 小店是很囂張的 囂張得那麼囂張 連鎖店都少 沒有 沒有 沒有可能 通常有個囂張 可能自己都會囂張 一見到他囂張 你鼓空氣拍檯 他見到你囂張 他會囂張 但有些人都會幫你撐 其實你才會這樣想 自己都可能囂張 你之後要檢討 是好的 但當然你稀有得好 通常都會有第三第四 就是算了 不好意思 哥哥這樣 就叫做 搞定就算了 就很少說 你想一下 就是這樣 老婆就出來了 但後面又會走出來 是 那你當然要怎麼搞呢 是不是 所以 就是 我看來這次 我真的不知道 正常來講 就應該收皮 現在他 我上網看 那些人說 Facebook Google 他就關掉那個帳戶 即是假裝修皮 就是隨時被人留言 但是有開店 有開店 有開店 好像都盡了人去 有 他說 有些街坊 專程走 自從這件事 就專程走過去 看看 甚至乎有人說 要專程進去試 你會不會 我就不會 不是 你奧偶的都是這樣招來 其實他不是這樣招來 但是奧偶真的不覺得好 奧偶是好 奧偶真的不覺得好 奧偶真的不覺得好 我剛才吃到大 我連年都要吃一兩次 一兩次 奧偶其實很多人 是正平對這些大部分 我覺得沒有 我也覺得沒有 我也覺得沒有 我可以去吃一下 其實奧偶是甚麼特別好吃 他不是特別好吃 但他真的吃回到以前 我們上餐的味 那個湯 那個火腿 假燒通粉 那個味道很奇妙 好了 今晚歐聯 阿正怎麼看 作客 如果我們信阿楓水豪的話 他就說 曼城就應超 怎樣 明天即曼城 但我們先說 阿仙奴 就歐聯 阿楓水豪 英超可能進一半 那你都是講的 不是呀 其實 只是看他怎樣 如果 你中了一個 他真的響到 是啊 好啦 進一半也很厲害 你曼城人鷹師 今晚 其中那次卦 就是巴黎聖日二門 是 睡卦 即是出雷拔萃 即是石二門反省 不是呀 說睡卦 即是說 未必是贏 但未必贏蓬佩 但會有很多人才 大家看到 他什麼時候抽 都是做幾個星期 一次過一次的 如果這樣說 其實巴黎聖日二門 有沒有可能反省 我全部買大 是吧 老實說 你為何膽說不會 就是 是吧 多蒙特 多人反省 多蒙特 一輸一球 現在主場 我回主場 我多蒙特反而 多蒙特回主場 贏 一比零 其實起碼可以跟你繼續練 所以很難說 明晚就是 搞錯了 明晚就好些 明晚就是阿仙奴 但阿仙奴好像有點腳軟 我看你對維拉下半場 就是那個 出錄 看看是怎樣 好了 我們先賣一下廣告 今天星期二 我就不特別講 竹龍卷 煙窩 我們看看有什麼 又不是新的 金歐刺回來了 今晚我又吃金歐刺 每晚打球 我就會吃這個價值 159元 不過換購價 119是金歐刺 就這樣加熱 OK 好了 下一張 這個就是我們的鳳尾刺 為什麼會再賣呢 其實我們之前兩天 我們賣光了 一劍都沒有 現在終於回貨了 鳳尾刺 真是抵食 699元 好 再去 好了 宴外 現在有宴貨 上來買就可以了 268元 買到6宗就238元 好 我都不特別講 吃過就知道了 再去 這個冰糖如何 上個星期 Kitty 餵食貓 介紹我們的西班牙乳豬比罐頭 真的很冷靜 淡下去 脆脆脆 味道也好 大家真的可以試一下 279元 好 再去 龍蝦湯 藍龍蝦湯 明天我會煮一個 我們自己香港做的龍蝦湯 因為我忘記了那種味 所以我買了很多 究竟 which is better 兩個都是香港品牌 但這隻就是法國做 那隻就是香港做 Made in Hong Kong 那隻就很有信心 因為它說它是真正煲出來的 沒有那麼苦 那就先試一下 這隻也不苦 我都喝了 好 再去 好了 鸵鶴膜 我很久沒講過 鸵鶴膜 大家不要因為看到這條美女 真的浪著下巴 就以為是被女人用的 其實男女都可以 現在我事實上也賣少了很多關節補 即是廣告也好 事實上也好 因為鸵鶴膜 其實它最大的效果 就是令到你去紋 就是這些紋理 頸紋 顏色 以及你關節 適合的膝頭過關節 有很多網友 包括我外父 之前說膝頭過痛 可能要換膝頭 他竟然說出 震驚我 震驚十七億人的說話 他說寧願錯輪椅 也不換膝頭 為甚麼呢 因為要被花錢 但其實他不是沒有錢 那一刻你才會極限 但可能要十人二十萬的要 OK的 他 你倆 他沒有 他的小孩也有 他的小孩也沒有 而且他還可以的 他的外父 問題就是 說 你賺了這些錢 還要做甚麼 你不是說赤貧 但是 他現在被我老婆說完之後 他唯有 照牌 其實我還未去找資料 我去台灣 馬來西亞換 便宜很多 便宜一半 需要深圳換嗎 其實深圳也可以 不過我如果這樣 我順便是豪油放 我就去馬來西亞 泰國 浪灣 便宜一半 膝頭膝 未必便宜那麼多 但那個 手術費 可能不止便宜一半 可能便宜七八成 香港真是瘋狂的 好了 但我們去吃完 我老婆說 說痛 我便能走到 所以很神奇 各位之前 我有心機賣廣告 或是產品 其實我收到 那個feedback command 真的超過一百個 正評 所以特別是 家裏的老人家 不管他膝頭痛不痛 就當是 平時吃補充劑 因為他每天四顆 就等於吃了 32隻雞蛋的營養 老人家其實很需要營養 一瓶一個月份 599元 買六瓶的話 每瓶529便便宜 70元 9500元便有discount 非常划算 再去 木經眼藥水 都是這樣說 580元買六 就有九折 買十二 就有九折之餘 再送你多一支 木經眼藥水 其實到現在 今天我去打墨 他都說我眼劫 這樣那樣 但是 接著我就說我不是 我現在好很多 沒有眼藥水 我說我有很多 眼藥水 接著我給他一些成分 去看一下 他都叫我放下一些 他要研究一些 醫師 要研究一些東西 他看下去就OK的 但是他要研究一下 好 再去 好了 我們昨天 應該是昨天 還是前日 我都不記得了 Alky上來 再介紹他那些 清潔劑 廚房清潔劑 萬用清潔劑 洗流水 和 for pass的噴噴 這一個 就是最 怎樣說 最 popular 買得最多 就是萬用清潔家居的幫手 OK 小的那支 500ml 噴噴的那支 就198元 大那支 一粒 就279元 可以refill下去了 大家可以順利 留意一下 真的很好用的 好 還有沒有照片 沒有照片了 休息一會 我們有兩個網友的內紅 本來呢 今天呢 我真是想看看 真是有什麼 就是 你知道你現在世上那麼亂 但是真是好人沒有種 我真是 我真是 不想說 喂 你現在看有人說 看穿啊 你們有什麼伊朗這些 原來是耳仔體 俄羅斯是耳仔體 人家一本人幹什麼 看穿你們有耳仔體 你說什麼 所以那些事情 真的沒什麼好說 有一些集中 看了兩個網友 有什麼想跟我們說 好